我们就讲这个证明 现在我们就推出这个关系了 就是说fx比上gx和k之间的距离 与这个fpx比上gpx和k之间距离的关系 那么我们这里要看到 就是说gx和无穷大量 gx无穷大量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下 这下就应该取一 这下应该认一小 所以呢 fx1减掉个kgx1 这个分子上是个固定的东西 是在x一点的直 x一点固定的 比上gx gx可以充分的接近 所以它的极限是为零的 另外这下也是 gx1 虽然gx1可能也会很大 但是它也是固定的 固定的话 它的极限也是为零 也就是说这两个东西都任意的小 那么也就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存在一个x2 x2呢 x2要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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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要属于这个x1到a之间 比x1更大一些 当所有的x2 当所有的x属于这个x2到a 充分接近于a的时候 这项另一个小 就是fx1减掉kgx1 比上个gx1 小于某个2分之1 这项呢也充分的小 比如说就小于某个 我们也不用小于1了 就小于某个2分之1吧 这写错 1再上 比如小于某个2分之1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设计 fx比上gx和k之间之比 它有多少 所以fx比上gx 减掉k 就应该小于等于 f1减z b比上gx 减掉k 然后乘以这项 乘以这项 一减掉个gx gxe 再加上个fx1 减掉kgxe 比上个gx 那么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 最项 它是小于1分之1的 最项是什么 小于3分之1 对吧 这个呢小于1分之1 所以这个一减它的话呢 小于2分之3 对吧 最项呢小于2分之1 小于2分之1 所以把它们加起来 就有什么呢 就等于一个3分之1 乘以一个2分之3 再加上2分之1 就等于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首先固定了x1 固定了x1 使得fx比上gx和k之间的 5x小于1分之1 这样的一个y 首先呢 这样啊 回顾一下 我们找到了x1 使得这个满足 然后把x1固定下来之后 再去找什么 找x2 使得什么呢 fx比上gx和k之间 小于1分之1 也就是说我找到了x2之后 我就说明什么呢 当x属于这个范围 就是x和a 充分接近的时候 我能保证 fx和gx的这个极限 就是这个 就是k 那么这套关系呢 是什么呢 科技中子定理得出来的 这里呢 就是说分两步走 先找x1 再找x2 x2更小 更接近于a 所以使得 这个分母上很大 好 这就是这个证明 这个是呢 回到我们这个地理上来看 这是x去a负的时候 我们证明了 x去a充的时候呢 同理 对吧 同样 所以这样一个关系就成立了 那么 在这个定理里面说什么呢 说k可以为无穷 无穷的时候 不能拿这套方式来证明 无穷的时候 你不能说f1px 比较g1px 你得以减掉个无穷 去比较它大小 所以推倒的式子又不一样了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看无穷的情况 无穷的情况呢 其实更简单 无穷的时候呢 不能这么写 无穷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做呢 比如说 我们就考虑k是无穷 k是无穷的情况下 k在于无穷的情况 k在于无穷呢 我们不能用刚才的一些设置了 刚才是想简 但是呢 我们知道什么呢 我们还是这个思路 也就是说 我f1px 比较g1px 如果要大于某个 比如说3m 我们去证明 fx 比较gx 大于某个m就行了 正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还是用可一种定理 就是fx 减掉fxe 等于f1px g1px gx 减掉gxe 还是什么呢 还是先给了这个m 所以所有的m 我们先找xe 先找xe 那么x1px 属于这个x1和a之间的话 这个设置就满足 对吧 因为它是去无穷的 所以这第一个设置满足 然后通过这个设置呢 我们往下走 就是说 把fx 比较gx 再拿出来 这个思路导致跟刚才一样 fx 比较gx 等于什么呢 f1px gpx 一减掉 gxe 比较gx 再加上fxe 比较gx 对吧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这个一下 当这个x属于x1到a的时候 它大于等于3m 然后下面我们干嘛呢 x1有了 我们就找x2 对吧 然后就找x2 当x大于x2 小于a的时候 当然x2要比x1更大 那么跟a更接近 跟a接近的话 我们知道 它是去无穷的呀 gx去无穷的 这是个固定的 这个也一样 fx是固定的 gx去无穷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马上就得出了 gxe 比上gx 小于1分之1 这下呢 比如说fxe 比上个gx 小于的m 好了 往里面一带 马上就得出 fx 比上gx 大于等于 所以无穷的情况 也一样 同样的事物证明 只不过你们不出现k了 所以k等于无穷 包括正无穷复无穷 都可以这样证明 那么刚才呢 这个定理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 x去a的时候 成立 对吧 但单测极限也对 这个事情 x去a振 x去f 这个定理也对 那么 我们考虑 如果x去正无穷 或者负无穷 或者去无穷的时候 这个对不对 也对 怎么证明啊 一样的 做变量替换 对吧 所以拿t 分之一 等于x 带进去 马上就推出来了 这个我就不重复了 跟刚才这个一模一样 所以呢 结论呢 也是这样 结论就是说 x去正无穷复穷 或者去无穷的时候 fx 比上gx 如果还是无穷 无穷型 或者00型 就等于什么呢 x去 f1px 比上g1px 无穷无穷型的时候 当诗变量去无穷的时候 也对 一样的 好了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些例子了 所以定理都介绍完了 那么其他的情况下呢 你也可以画成 这两种来做 x去正无穷的时候 让x 比上x的α 是什么 这个α是 大于0的 α大于0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个什么 这是00型的 对吧 00型的 不是 这个是个 无穷无穷型的 这说错 无穷无穷型 无穷无穷型 无穷无穷型的话 x去有正无穷 分母上不为0 导数也不为0 所以你拿这个罗比达法的用就事了 所以它又等于什么呢 x 这个等于多少呢 等于x分之1 分母上 分母上求导于 r分x的r分减1 照法的x分之1 再拿下来 对吧 r分x的r分次方 那么这α大于0 对于x去无穷的时候 这个分母上 是去无穷的 所以它极限等于多少 在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种 虽然都是这个无穷大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单调上升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指数函数 不是指数函数 对数函数 对数函数上升的就慢 比这个密次就要慢一些 对吧 所以这个极限为0 这当然以前我们也讨论过 这里呢 你通过罗比达法则 也看得很清楚 所以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导数其实是它增长的速度 对吧 那么很简单 你作为一个对数函数的话 它的这个导数 是x分之1 它这个增长速度慢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密次比它更快 所以它极限为0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密次跟这个 跟这个指数 还有这比达法则 如果k大0是个整数 x的k次方 比上ex 这个呢 是个无穷无穷型 对吧 那么我们呢 用罗比达法则 求导 那么x去正无穷的时候 那么求一次导 这个k的x k-1次方 比达1的x 求完一次导数之后呢 这个分母不变 分子上来 降一阶 对吧 那么求完导 它还是无穷无穷型 那么你可以继续的往下去做 所以求了这个k次导数 就变成什么呢 e的x次方 就上面这个k阶层 对吧 那么上面是个常数了 下面是去无穷型 所以等于0 当然这是对什么呢 k是整数的情况 k不是整数嘛 也可以去求 对吧 反正求到这个上面是 这个变成负的就行了 或者利用加级原理也可以 拿整数去加的它也可以 这就说明什么呢 这个指数上升的 比这个密次更快 这个我们以前 也是已经知道的一些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个例子 这个例子倒是很有意思 fx呢 在x等于a的时候 是二阶壳导 我们证明 证明这件事 h去0的时候 h平方 fa加上h 加上个fa减掉h 减掉2fa 这个极限 就等于这一点的二阶导数 那么 大家想想看 那个如果是二阶导数存在 再一点二阶导数存在 二阶导数就是一阶导数的导数 对吧 那么在这个a点的领域里面 它肯定是一阶可导的 对吧 你不是一阶可导的 你就没法要求这一点的二阶导数 所以第一个我们知道 这个fx在这个a的某个领域上 一阶可导 然后我们来看看事儿的 当然它也是连续 这没问题 既然是可导这样连续 那么当这个h去0的时候 fa加h就去fa 对吧 最下也是去fa 所以减一减的话 它是上面的极限是0 下面极限也是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个什么 00形 对吧 00形 它00形 而且分母上导数是不为0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你是可以拿来用罗贝达法则来做一做的 所以这个极限呢 也可以用罗贝达法则来求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这边 这个F A加上H 减掉F A减掉 加上FA减掉H 减掉两FA H去0 这个呢 用罗比达法则 罗比达法则就是说 我上一下都求不倒 它就等于什么呢 H去0 这个分母让求倒简单 两H对吧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分子上的导数 分子上的导数 最下的这个常数一求倒没了 这项求倒是什么呢 这项求倒是个符合函数 首先你对这里面那个东西求倒 就是F一撇的A加H 对吧 然后A加H再对H求倒 那么是1 这没有了 那么再看后面这下 那就是F 对A减H求倒 对A减H求倒 A减H 然后呢 A减H再对这个H求倒 所以有个负号 对吧 负号 负号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呢 你大家可以看 它还可以继续用罗比达法则 当然不用也可以 所以这就等于什么呢 这二分之一的H去与0 这边呢 是H F一撇A加上H 我们首先减掉个F一撇A 再加上个负H F一撇A减掉H 减掉F一撇A 相当于减掉一个再加上一个 对吧 那么当这H去与0的时候 这是个什么 导数的导数 二借导数的 对吧 就等于二分之 一的F两撇A 加上 这边也是F两撇A 等于F两撇A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 还可以继续用了 比较少 这也可以 这不是不可以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提供了一个方法 就是说 我用这样的一个 大家可以看看 是不是用三个点上的值啊 要X等于A加减H和X等于A 我用三个点上的值 我们就可以去求二借导数 它的极限嘛 二借导数 所以当H充分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求这个F两撇A 所以这是一个 求F的 在A点的二借导数的 一个离散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其实这就是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呢 以后大家如果学数字计算 就知道这个公式的名称 叫中心插分 当然求二借导数有好多种方法 中心插分公式呢 比较简单 而且精度很高 收敛精度比较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我们以后会用的 也会经常用它 我们过到这样一个分段的函数 Fx这样x大于0的时候 它是e的负x分之一次方 x小于等于0的时候 它等于0 我们证明这样一个函数呢 无穷次可导 那么这个事呢 我们只要把它导数求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首先看一看这个函数 那么你要求它可导的话 首先它要连续 对吧 那么在x大于0和x小于等于0的地方 小于0的地方 它都是连续函数 大于0的时候 它是一个佛函数 当然它连续 对吧 那么只有在什么 x等于0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一下 那么我们看看x等于0的时候 x等于0的时候 当x去0的时候 最像指数上面是去富富穷 所以这个函数是去0 等于0这一点的值 所以它是连续的 x等于0就连续 那么我们要证明它无穷次可导了 那么我们就从一次导数开始看起 首先要x不等于0的地方 x不等于0的地方 这个都是0 小于等于0的地方都是0 所以它是显然 它是可导的 对吧 x小于0的时候 导数为0 那么x大于0的时候呢 x大于0是个符合函数的求导呗 求导的话就是这个 f1'x就等于什么呢 e的负x平方 没问题 负x分之1 然后负x分之1对x求导就是什么 x平方分之1 对吧 x平方分之1 导数是这么多 所以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呢 考虑的是x等于0处的导数 所以x等于0的时候 导数怎么样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它等于0的时候的导数 等于0的时候导数 我们可以通过单侧的导数来看 很显然你右侧导数是等于0的 是吧 因为右侧 左侧是等于0的 我们就看右侧 所以看右侧导数是什么 那么就是x去0正的时候 这个导数 fx减掉什么呢 f0 比上x减掉0 那么右边 x大于0的时候 它就是什么 1的负x f0等于0 所以等于这个 x去0正的时候 x e的负x 好 下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 大家可以看看 这是个什么形式 00形对吧 所以可以用什么 劳比达法则来做一把 劳比达法则来做一下 就是什么呢 等于x 去0正的时候 分母上 这个导数一球等于多少 导数一球等于1了 对吧 分子上的导数呢 就它 分子上导数就这个东西 所以它就等于什么 x平方分之1的 e的x分之1 这个事情呢 可以用一下这个变量替换 x等于t分之1 就变成t去正无穷 分子上 就是个t平方分 分母上呢 1的t次方 那么前面我们就说了 作为一个指数的话 指数要比这个密次来得更快 对吧 所以这个极限呢 等于0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右导数是等于0的 左导数当然也是为0 很显然 所以呢 我们知道了 它的f一片0呢 等于0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f一片x等于什么形式呢 x大于0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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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它等于x平方分之1 等于1的 负x分之1 对吧 那么x小于0的时候 等于0 x等于0的时候 也是等于0 x小于等于0的时候 它是等于这个0 这个就是一届倒数求了 一届倒数求成这个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看 它这个k界倒数是怎么样 那么这里呢 我们得到一个启发 也就是说 你这里求导 你对它这项求导 就会多一个什么 x平方分之1的因子 对吧 每求一次倒数 多这么一个因子 所以呢 大概是这样 就是f的这个k界倒数 就应该等于什么呢 p 多一个这个因子 所以p的这个 2kx分之1 称1的负x分之1 是x大于0的情况 然后呢 x小于等于0的时候 它是等于0 大约是这么一个形式 那么对于这个形式呢 我们还是用归纳法 证明一下 归纳法证明 也就是我们来看看 这个f的这个 k加一界倒数 会怎么样 首先呢 我们来看 小于0的时候 没问题 打x小于0 没问题 那么再来看一看 这个当这个x大于0的时候 x大于0的时候 x大于0的时候 你可以对它直接求导 对吧 就是f的k加一界倒数 x 就等于f的k界倒数 一再求导 就等于什么呢 p2kx分之1 所以e的这个 负x分之1的这个导数 这个导数呢 我来写上来 我们去看这个导数 就是x大于0的时候 f的k加一界倒数 x 就是这一下 这一下呢 是个乘法 乘法呢 就是第一个呢 是p2k 首先对x分之1求导 x分之1求导的话 一求导的话 就不会变成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这个不管了 我们先对后面求导 后面那个求导的话 就会多出个x平方分之1 e的这个负x分之1的因子 然后再加上这个 p2k 1片 对x分之1求导 x1分之1求导 然后呢 x分之1 再对什么 再对x求导 就是负的x平方分之1 然后呢 再乘以后面的负的x分之1 所以把它们合起来 合起来就变成了 这个p2k p2kx分之1 然后呢 减掉p 这个我们不一定要求出来 2kx分之1 然后多一个这个因子 这个因子 就是x平方分之1的因子 1的负x分之1 好了 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x分之1的2kx多项式 是吧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是x分之1的2k-1次 多项式 2kx多项式和2k-1次多项式 减一宝还是个2k次 是吧 所以总的来说 它还是x分之1的2kx多项式 然后在后面再乘以一个这个 x平方分之1 那就变成什么呢 总体来讲就变成 2的k加1次 k加1次的两倍的x分之1的多项式 对吧 然后再乘以一个1的负x分之1 所以呢 这个形式 在x大于0的时候是对的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x等于0 x等于0处的导数 那一样 我们只要考虑右导数就行了 左导数是等于0的 对吧 那么我们就看x等于0处 右导数 x去0正fk x减掉fk 0 比较x 这个呢我们知道 这是0 它是连续的 所以你拿个罗比达法则用一把 这是个00形的 用一想 它就等于这个 k加1 x比上1 就这么个东西 那么就变成了什么呢 它的这个k加1导数 当x去临阵的时候的情况 k加1导数呢 我们已经求出来了 是这么一个 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呢 它就等于 x去临阵的时候 然后p的两倍的k加1 x分之1 这个导数 比上这个 把这个放到分母上去 1的x分之1 这样 那么x去0 所以等于什么呢 t去正无穷 p的两次的k加1 次的这个 t的多像式 或者e的t次方 之比 那么前面我们说了 你密次的话 去无穷的时候 要比指数来得慢 指数更快 所以呢 不管你是个密次 还是多像式 去0的时候 下面比它 去无穷更快 去无穷的时候 它下面更快 所以这个极限是等于0 这就说明什么呢 x等于0的时候 导数也是为0 所以呢 在这个大约0和等于0的情况下呢 我们都证明了 所以它的这个 k次导数的这个 形式呢 就它 这个呢 后面我们会把它 作为一个例子来用 好 下面呢 我们再看看 其他的未定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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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讲的00形和无雄无雄形 下面我们来看看最简单的0乘以无雄形 比如说x去A的时候fx等于0 x去A的时候gx是等于无雄 那么我们看一个极限 就是x去A的时候fx乘以gx fx乘以gx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就是一个0乘以无雄形 那么你可以把它划成一个00形 x去A的时候fx比上gx分之1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gx是无雄大量 它的倒数就是一个无雄小量 所以这个也很简单 这就是个00形了 第二种情况就是无雄减无雄减 这里呢x去Afx和x去Agx 减的话呢是这样的同号无雄大 才是一个未定式 如果符号相反的话都无所谓 对吧 下去就无穷了 它们两个是同号无雄大 它们两个那是同号无雄大 那么这个呢你可以写成这样 然后呢 x去A的时候f减 g 就等于什么呢 x去A的时候f分之1 这个1分之1这样相见 这是可以的 然后呢把它们通分 x减去A的时候 分母上呢f乘以1分之1 这里呢是1分之1 减掉个f分之1 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 f和g都是无穷大量 是同号无穷大 对吧 同号无穷大 同号无穷大的话 所以f乘以g啊 也是无穷大量 那么最相就是一个什么 无穷小量 对吧 那么1分之1和f分之1都是无穷小量 无穷小量两者相见 还是无穷小量 无穷小量时间是可以相见的 所以呢 这就化成了什么 00形 对吧 所以无穷 简无穷形的 同号的时候 我们可以化成00形 我们可以看个例子 我们求 x去0的时候 x平方分之1 减掉个 不太简单 平方 x平方 那么这两个东西都是同号无穷大 对吧 那怎么办呢 就跟刚才一样 通分辩 这个x去0的时候 这个x平方分之1 减掉个 最下呢就变成 cos平方 x 比下个sin平方 x 这等于什么呢 x去0 x平方sin平方 x sin平方 x 那么后面呢有很多种这个画法 你反正要把它往简单处画 首先呢我们把它画成这个一个 把它的因子分解一下 x去0 x去0 sin x sin x 加上x cos x 然后呢 x去0 x平方 sin x sin x 减掉x cos x 这一项 大家可以看到 等多少 等于2 对吧 这很显然 你可以继续有00形的这个 罗贝达法则做 但是也不用做了 这个很显然的东西 这个等于2 这下呢我们前面说了 是吧 说了也就是说 你要做的时候就简化一把 你把分母上变成什么 比较x三方 对吧 别拿到时候就去求导 就求有麻烦 所以这个呢 就等于多少 就等于三分之一 所以最后呢等于三分之二 好 反正这个罗贝达法则你要用的话还是容易 就是求个导而已 只注意点技巧就是别越求越复杂 还有一个例子 我们留在下期给我讲 这个呢我们先讲一点适用性的东西 就是用罗贝达法则的时候要小心个事 有两点很重要 就大家用的时候 第一个 你们看这个例子 x去正无穷的时候 x加上sine x b加x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无穷无穷的形 对吧 无穷无穷的形 这个极限是多少 很显然 等一 对吧 同样 它也满足罗贝达法则的条件 但是你如果用一把罗贝达法则会什么问题 如果用一下罗贝达法则就变成了什么 x去有无穷的时候 下面变成1 上面变成1加上cosine x 这个极限不存在 所以大家记得一个事情 罗贝达法则 告诉我们是什么呢 罗贝达法则说的是 f1比x g1比x 不管是零零形还是无穷形 但x去A的时候 如果它等于k 是可以推出什么 x去A的时候 fx比上去x 等于k 罗贝达法则是一个 充分的条件 就是说罗贝达法则 我们如果可以求出一个极限k来 我们就可以得出 导处的极限是k 我们可以推出 原来的这个f和g 比上g它的极限是k 但是它不是一个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 我罗贝达法则 没有极限的时候 并不意味着原来没有极限 所以这个地方请大家小心 但是可以是为无穷 是没问题的 k是可以为无穷 但是千万不能说 我拿罗贝达法则 算一把之后 发现没有极限 我就一口咬定 原来那个没有极限 这是不对的 所以千万记住 罗贝达法则是一个充分的条件 不是必要条件 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第二个呢 也是容易忽视的 就是我们罗贝达法则 在应用的时候 必须是00形 或 无穷无穷形 当然了 无穷无穷形 其实更放松一点 无穷无穷形 只要分母是无穷就行 我们刚才那个第二个 无穷无穷形 并不要求分子是无穷 但是要求分母是无穷 必须是这两种情况 如果不是就会出问题 你比如说 刚才我们举的例子 刚才的分母上是x减1 对吧 刚才分母上是x减1 它是00形的 现在这个情况 它就不是00形 因为分母上不是无穷小量了 这个时候你就用一把罗贝达法 它这个极限等于多少 很显然等于0 对吧 但你如果用一把 罗贝达法则就出事了 罗贝达法则用一下的话 就变成什么呢 x去1的时候 下面是1 这个x分之一 就等于1了 就出问题了 懂吗 所以大家记得 它必须是一个00形 或者无穷无穷形 所以在使用 罗贝达法则的时候 第一步首先判断 是不是00形 或者无穷无穷形 这很重要 当然如果不是这两种情况 你也可以通过化解 通过一些变换 可以划成这两种情况 这是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x减掉sinx x加上sinx 但x去无穷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无穷无穷形 对吧 它的无穷无穷形 那么这个极限等于多少 很显然等于1 对吧 但如果用一把罗贝达法则 会怎么样 用一把罗贝达法则 就变成了1 减掉cosx 1加上cosx 它没有极限 是不是 所以罗贝达法则算出来没有极限 并不意味着原来没有极限 假如如果再不考虑 再去用一把 不加思索的再用一把 就出荒唐的事了 再用一把罗贝达法则就变成什么了 x去证明什么 就变成了负的 这个就变成sinx 第三个就是负的sinx 就变成了什么呢 就变成了负1了 对吧 就很荒唐了 所以请大家注意 这些东西有时候课本上不给大家写 但是大家很清楚 就是罗贝达法则使用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记得两个事 第一个零零型或者无穷无穷型 但无穷无穷型可以放松 只要分母是无穷就行了 第二个 罗贝达法则是一个充分条件 非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 罗贝达法则算出来没有极限的时候 并不代表原来的极限就一定不存在 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件事情 好 今天课到这里下课